我们来勾猪鼻子 第一圈起三个辫子针 到二勾一个短针 一个针目里勾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 在线头处打一个活结 勾针从打好的活结穿进去 调节线圈的大小 不要抽得太紧 勾针在里面可以活动 就可以 然后左手拿线 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的纹纸 勾针逆时针绕线 把线从打好的活结拉出来 第一个辫子 然后第二个 勾针逆时针绕线 从勾针上的线圈拉出 第三个 勾针绕线 拉过勾针上的线圈 倒数第二个辫子 一二 条上面这一股线 勾针穿进去 勾一个短针 正时针绕线 从这一股线里拉出来 逆时针绕线 拉过勾针上两个线圈 第一针 我们扣上记号 来到起针的第一个辫子针处 这一个针目里 我们需要勾三个短针 勾针 条上面这一股线穿进去 勾一个短针 同一位置 穿进去 第二个短针 同一位置 穿进去 第三个短针 我们来到另一侧 另一侧 第一股线和我们刚勾的三个短针的这一股线是组成的一个辫子 所以我们从第二股线 这个纹纸 穿进去 线头 放上来 勾一个短针 勾完之后 记号扣的纹纸 勾针穿进去 勾一个引拔 引拔针不算针数 我们抽紧 后面的这个线头 剪断 第二圈勾五个加针 也就是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 勾之前我们先勾一个起立针 抽紧 记号扣的纹纸穿进去 勾一个短针 第一针 我们扣上 因为是加针 同一位纸穿进去 再勾一个短针 一个针目里勾了两个短针 也就是一个加针 第二个针目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位纸穿进去 再勾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 同一位纸穿进去 第四个针目 同一位纸 第五个针目 同一位纸 勾完之后 从记号扣的纹纸穿进去 勾一个引拔 抽紧 然后勾针绕线 把线从线圈里拉出来 留大约30厘米长的线剪断 把线从线圈里拉出来 抽紧 接好扣 取下来 猪鼻子我们就勾好了 来勾猪耳朵 耳朵需要勾两个 第一圈 也就是第一排 起五个辫子针 到二勾四个短针 在线头处 打一个活结 把勾针从打好的活结穿进去 瞧解线圈的大小 不要抽得太紧 勾针在里面 可以活动 然后左手拿线 用拇指和中指 捏住线头的纹纸 勾针 逆时针绕线 从打好的活结拉出来 第二个 勾针 逆时针绕线 拉过勾针上的线圈 第三个 勾针绕线 拉过线圈 第四个 绕线 拉出 第五个 绕线 拉出来 从倒数 第二 一 二 条辫子针上面 这一股线穿进去 勾一个短针 正式针绕线 从这一股线里拉出来 逆时针绕线 拉过勾针上 两个线圈 第一针 我们扣上记号 下一个 下一个辫子针 条上面 这一股线穿进去 勾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 条上面 这一股线穿进去 勾一个短针 起针的这个辫子针 这一股线穿进去 勾一个短针 第二圈 立一个辫子针 反转 勾两个短针 一个剪针 勾一个辫子针 反转支片 勾两个短针 下一针目 勾一个短针 勾完之后 勾一个剪针 条辫子针 上面 这一股线 穿过去 把记号扣 取下来 记号扣的 这一个针目 条上面这一股线穿进去 绕线 从这两股线里 拉出来 再勾针绕线 从勾针上 两个线圈 拉出 第三圈 立一个辫子针 勾一个短针 一个剪针 勾一个辫子针 反转支片 勾一个短针 一个剪针 我们挑 我们挑 外面这一股线 和下一针目 这一股线 穿进去 绕线 从这两股线里 拉出来 再绕线 拉过勾针上 两个线圈 第四圈 立一个辫子 一个剪针 先勾一个辫子 反转支片 挑外面 这一股线 穿进去 下一针目 这一股线 穿进去 绕线 先拉过 前面的两股线 再绕线 拉过勾针上 两个线圈 第五圈 立一个辫子针 反转支片 勾14个短针 我们先勾一个辫子 反转支片 勾5个短针 再绕线 来到刚开始 起辫子针的地方 我们从刘的一股线里 勾4个短针 线头 放上来 勾一个短针 两股线 交叉的地方 穿进去 线头 放上来 两股线 交叉的文质 穿进去 放线头 两股线 交叉的文质 穿进去 线头 放上来 线头 我们剪断 另一侧 我们也勾 五个短针 再继续 然后和勾第一个短针 瞧着两股线穿进去 勾一个引拔 抽紧 勾针绕线 把线从线圈里拉出来 我们留大约30厘米长的线剪断 把线头从线圈里抽出来 抽紧 耳朵我们就勾好了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勾第二支 大家自行勾一下 这个是我用四股线勾支的 我们来按上眼睛 眼睛是从头部向下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九行 然后间隔六个帧目 这个文字 按上眼睛之后 间隔四个帧目 为了更牢固一些 我们把眼睛涂上一点胶 把胶棒用打火机 融化成液体 沾一点胶 然后按下眼睛的文质 按下眼睛的文质 按下眼睛的文质 为了安全起见 用过的胶棒 放在一个纸片上 我们来缝上眉毛 眉毛是在眼睛上面 一 二 两个帧目 然后斜着 然后斜着 向下 一 二 两个帧目 这个文质 另一侧 眼睛上面 一 二 这个文质 斜着站两个帧目 这个文质 我们取大约 我们取大约三十厘米 卡色的线 取其中的两股线 把线穿进缝针 从头部任意的一个地方 缝针穿进去 缝眉毛的这个帧目 穿出来 斜着下上两个帧目 这个文质 穿进去 来到另一侧 眼睛上方 两个帧目 这个文质 穿过去 然后向下 斜着 两个帧目 这个文质 穿进去 从留线头的 这个帧目 缝针 穿出来 把两股线 打成死结 再积一下 多余的线头 剪断 把线头 藏进 植物里面 我们来缝上鼻子 先在鼻子上 缝上维路 取大约30厘米长 卡色的线 取其中的两股线 穿进缝针 下下 竖着 封两条束线 然后在背面 把两股线 打成死结 再积一下 多余的线 剪断 鼻子 我们缝在眼睛中间 然后向下 一二三 站三行 这个位置 把留的线 穿进缝针 一二三 第三行 向上 一个帧目 缝针 穿过去 从鼻子后面 从这两股线里 穿过来 向上 一个帧目 从两股线里 穿过去 头部 头部 沾一个针目 顺着两股线里 穿过来 沾一个针目穿过去 头部从这一个针目里穿过来 鼻子上从后面调两股线穿过来 沾一个针目再穿过去 头部沾一个针目 鼻子上瞧着两股线穿过来 沾一个针目穿过去 头部上沾一个针目 鼻子上瞧着两股线穿过来 沾一个针目 穿过去 头部上一个针目 然后从头部上这一个针目里穿进去 瑞衣的一个地方穿出来 多余的线 剪断 鼻子我们就缝好了 我们来缝上耳朵 耳朵是趴着的 我们找到缝它的位置 一二三 第四行和第五行 占两个针目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把流的线穿进缝针 一二三 第四行和第五行 第四行和第五行中间这个位置穿进去 向左一个针目 从耳朵左侧 勾短针的上面 这两股线里 从耳朵向前 从耳朵向前 穿过来 第四行和第五行中间 向右站一个针目 穿过去 耳朵右侧 勾短针的这两股线里 穿过去 从耳朵后面 第五圈 穿过去 从耳朵向前 从左侧后面 勾短针的这两股线里 穿回来 第四行 沾一个针目 从耳朵向前 再穿过去 再穿过去 从耳朵后面 从耳朵后面 头部的 这个针目 穿进去 润翼翼的一个地方 穿出来 多余的线头 剪断 另一只耳朵 在一二三 站第四行 和第五行 两个针目 然后我们向后 移两个针目 这个位置 缝制的方法 是相同的 大家自行缝一下 另一只 我们穿上裙子 做引拔的这一面 当做裙子的背面 再穿上裙子的背面 这款可爱的小猪玩偶 就完成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